好的 各位請問小弟老鐵門哥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是回答小老弟妹的問題 那小老弟妹其實對於現在3C的產品 比如說iPhone或者是Apple Watch 或者是路上的一些科技的東西都很有興趣 那有時候你問的問題 第一個有可能我沒有 我沒有那個東西 比如說你叫我說 你可不可以開特斯拉 叫我評測特斯拉 我沒有特斯拉 我要怎麼去評測 我也現在可能買不起來嘛 所以我沒辦法評這特斯拉 那不然就有的人他說他想要評 要開箱其他的一些科技的產品 那我們沒有啊 那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推薦一些頻道 我認為國內 我推薦國內一些比較好的3C的頻道 其實你們可以去找 每一個就是頻道主 他有各自的喜歡的東西 他有各自喜歡的就是品牌 還有就是他的環境 可能有的比較富裕 有的人他有能力可以開更多的東西 那我今天這集就是教你去找 那我推薦說我比較常看到 國內比較有名的 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建議你們可以去看 那就不一定是說一定要我去開 那我如果有機會可以接觸到這類產品 我當然很樂意去做 但是近期是還沒有的話 我現在就推薦這些 好的一些頻道的一些YouTuber 比如說我們這個國內有這個 這個叫做Man's Game 這個老闆這個頻道主 他以前的產品比較多是那個 UAG跟這個Catalyst 那我記得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不知道是叫什麼 是叫蛋頭嗎還是叫什麼 反正他們好像是朋友還是什麼 但是我另外那個忽然有點找不到 那我先講這個好了 Man's Game這個老闆我覺得他的頻道也不錯 那他除了這個Apple的產品 還有這保護殼以外 我覺得他也會談一些他好像經商的一些過程 還有就是他會去測不同品牌的手機 比如說我們的很侷限就是在iPhone 那他們有時候會去測一些 比如說是Samsung或者是其他廠牌的手機 就是說會比較廣 不會像我們比較狹隘 我們會比較縮在一個品牌 人家就說我們是果粉腦粉 那我覺得他這一個頻道主 他會比較多元性的 不同的手機他也會去品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3CTim哥 這個應該你們這個很應該很知道吧 Tim哥也是他生活的上科技的產品 他幾乎能開的就開 那他應該生活也蠻富裕的 所以他的範圍也比較廣 有時候我們頻道找不到的 我建議這個Tim哥的也可以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阿康 阿康他以前好像叫什麼 菊菜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菊的一個什麼 蔡阿康還是什麼 那他現在是改成人夫阿康科技市場 他開的範圍也非常大 那其實他的影片我其實看 在剪輯跟一些什麼也都是非常不錯 所以這個也可以去看 如果找不到這個也是很不錯的頻道 另外這一個創新3C管 這個是這個頻道主 他應該是一個業者 他專門在包模跟 你們如果很喜歡包模 或者是貼保護貼 或什麼 那我覺得他這個店家 不錯的地方就是說 他是專門在做這個的 你要貼什麼 iMOS HOTA 貼任何品牌的保護貼 或者是你要裝什麼 什麼殼 或一些他很多都有測試過 另外一些什麼 鏡頭框 鏡頭什麼 當然雖然也許我們自己頻道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喜好 可是我認為還有另外一部分人 如果你喜歡弄這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創新3C這個頻道 你們其實可以去看 他其實還有很多 會解決你們一些貼模 或一些 我覺得他的風格會跟我比較像 就是一直照那個東西 對那你們可以去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 Rumi3C這個是比較新的 那我覺得這個Youtuber 他應該也是在賣產品的 所以如果他賣很多保護殼 而且我覺得這個Rumi3C 這個Youtuber 他好的地方是 他每一個牌子或什麼 他要把它做紀錄什麼 第一集第二集 第一集 所以我覺得他是把這個頻道 整理的很整齊 他不會像我們的頻道亂成一團 你要搜尋關鍵字 我覺得他有按照第幾集 第幾集這樣子 Rumi第幾集 所以你有時候 他的頻道就是蠻整齊的 那你可以去找 他有開保護殼 各個品牌 因為他應該是在賣保護殼的 也不錯 這個也可以去看 然後電愛少女是 有時候你覺得說 我們這男生很討厭 就是看我們男的很膩 那我覺得這個電愛少女女生 這個也很不錯 那當然女孩子就很漂亮很可愛 然後他會介紹一些科技的東西 然後介紹一些就是 日常的一些手機 或一些什麼的設定 或一些什麼 我覺得都很不錯 所以你喜歡換口味 女生的口味 這個也很不錯 然後這個花 火花我是偶爾有看到 他比較多是 我覺得他應該是比較 屬於機車 或一些在外面跑的 那他會讓我看到是 他有一些跟 比如說Apple Watch 或一些什麼 科技的東西 跟一些摩托車 或一些什麼 做配對 或應用上 跟他在外面玩 有沒有什麼 一些想法 你如果是常在騎車 或一些什麼的 你有應用到一些 生活的一些 Apple Apple的產品 或Apple Watch的 又或者是什麼 科技的產品 他可以給你一個 就是一個 建議 因為他頻道很多 類似相關的這種 3C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陳寗 陳寗這個 也蠻有個性的 那陳寗他 我覺得他很不錯 另外是他會 講出自己的看法 那也很好笑 我覺得他的語氣 或一些 整個影片的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那當然每個人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就是 每個頻道主 都是有自己的 就是要去把他解釋嘛 那你們就是多一個選擇 我覺得他做的也很不錯 而且他的剪輯 跟一些 我覺得他的後製或什麼 都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我是鐵霸 鐵霸這個也不錯 我覺得他這個 剪輯 跟一些產品的 那個細節 跟體驗 還有 都還不錯啦 講話一些口條 就是介紹產品 都很不錯 所以這個鐵霸也可以去看 這個也是比較偏向於 我們Apple的3C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亂買隊長這個 Benny這個就比較好笑 這個是屬於搞笑型的 我覺得他的風格比較誇張 可是也是 蠻好玩的 而且他有的時候 會跟你說 這不要買啊 或那個很爛 或那個很好 就是這個比較有趣 但是也很不錯 所以有一些產品 你們也可以多看一些人的看法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有時候 你們一些平面的 像這個風先生 我就覺得非常好 因為從以前接觸到 這個Apple的產品 我最早接觸就是風先生 從以前要怎麼樣去 越獄啊 或改機啊 或者是一些 那種相關的資訊啊 我都是看風先生 那風先生他到現在 都還一直有在做這種 很專業的一些東西 那現在好像他有做一些 飾品 好像是short 短飾品 我覺得都非常好 那我覺得各位也是要去支持他 因為他從 Apple一開始 就是這樣一直做 我覺得他是非常 好的一個 這個 我就相關這些知識的 一個經營者 所以大家 我是覺得這個要去支持 然後電腦王阿達 是各種3C什麼都有 那也是蠻專業的 那他可能也是一個 我記得他最早好像是在賣 賣東西的一個老闆 到後期轉變全部的東西 他都拿出來講解 我記得我以前最早看到他 從iPhone開始之前 好像是在賣保護貼 還是賣什麼保護殼的 我忘記了 就是我當初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保護殼 到後期他轉型了 他現在不管電動玩具 各種的產品開箱 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這個就是 差不多我大概知道 就這些 當然還有幾個有遺漏的 我臨時找不出來 日後如果我們有接觸到 我再補上 但是這就是我比較 常去看的一些頻道 那我也推薦給你 那我沒有推薦國外的 其實我還有看很多國外的 那老實說 我看國外的會更多 那但是我是覺得 畢竟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 中文的部分 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的YouTuber 就把它做好 那也會非常的不錯 所以就是我 以上就是我推薦的 這幾個YouTuber 如果我們頻道 產品真的沒有機會 開到那一類的產品 我建議你們也是可以 找他們的影片來看 那我相信他們 也都是非常優質的 這個YouTuber 好那今天自己就到這囉 希望會對你的朋友幫助 希望會對你的朋友幫助